Hi guys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爱情是什么呢 每个人对爱的定义会有些许不同 但通常爱包含了深厚的情感连接 彼此的关心和尊重 以及愿意为对方付出的意愿 它是人类情感生活中最为深刻和复杂的体验之一 经常被描述为一种无法言喻的感受 它是一种强烈的情感状态 能够给人带来幸福 满足和安全感 在当代社会 爱情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女性在寻找真爱的过程中 却面临着诸多挑战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演变 女性的地位和角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这也影响着她们对爱情和关系的期待 在2024年 我们期待着爱情 却不知道爱情应该去哪里寻找 Where is the love? I've been dating since I was 15 I'm exhausted Where is he? Who? The white knight? 那么今天我们将站在当代女性的角度探讨 女性目前在寻找真爱中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因素 以及这些因素对她们产生的影响 社会变迁于女性自主性 在过去 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 她们的人生选择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对于女性的期望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今 女性在教育 职业和社会参与方面 享有更多的自主权 她们追求自己的事业和梦想 追求与男性平等的地位 也就是说 对于女性的人生选择多样化了 这种自主性的提升为女性寻找真爱增加了新的维度 她们更加注重与伴侣的平等和尊重 希望找到一个能够与之共同成长的伴侣 我记得小的时候 有一天 我妈妈突然跟我说 她不去上班了 决定以后在家 然后照顾家庭 我当时就是特别不理解 因为当时我其实是寄宿 但是现在想想 其实我周末也要上很多的辅导班 然后妈妈都是陪着我 我记得当时班上有的同学的妈妈有在工作 然后还是那种感觉挺女强人的那种 有在自己开公司 我看到那些阿姨们 觉得她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魅力 还有那种漂亮 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很有自信 可能就是我们理解中的那种成功女性 先进女性的样子吧 让我觉得特别的崇拜 特别的向往 我记得当时我还在跟我妈发脾气 我说 我觉得为什么 为什么不工作呢 为什么不上班呢 不知道是不是从那个时候 社会对于女性的期望 就不再只是一个站在家庭背后的人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很期待自己长大之后的样子 我幻想着我一定要成为一个特别成功 特别独立 然后有着自己事业的大女人的形象吧 但是现在呢 我觉得我不是很确定了耶 上个月我妈妈去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术 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那种手术 但是我还是想了很多 唤醒了我对于以往家庭主妇这件事情的偏见 包括也结合我自己之前的一些情感关系 我觉得并不是说一个女人在家 她的价值就没有了 反而我觉得能够为了家庭去牺牲自己 或者说有些女性她是非常 可能就是热爱家庭 她就是对于家务啊 还有自己的家人特别的上心 可能曾经我以为我的思想是先进的 但是其实她是偏激的 一些所谓的girl power 女性力量 让我们觉得作为一个女性仿佛无所不能 但是这种被强化了的自主意识和独立 仿佛也让我们丧失了自己女性化的一面 现在到了这个年龄 让我不禁思考的是 让我们值得付出的就真的只是工作和事业吗 我们生命中可以让我们寻找到幸福和快乐的因素 难道只有是自己变得很强大这样子吗 影视作品对于女性爱情观的影响 电影和电视作为大众娱乐的重要形式 对人们对于爱情的理解和期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通过塑造角色 情节和情感表达方式 影响着观众对爱情的认知和期待 进而对当代女性寻找爱情的过程产生了影响 电影和电视中经常呈现的爱情故事 往往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从经典的爱情电影到当代的浪漫喜剧 观众经常看到主人公们在各种情境下 经历着爱情的种种波折和甜蜜 这种浪漫主义的塑造 使得人们对爱情有了一种理想化的期待 认为爱情应该是完美的 浪漫的 令人心动的 然而 这种理想化的爱情形象 与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性和挑战性 往往存在差距 可能会导致女性对于真爱的认知产生偏差 说到这儿呢 我想聊一下后女性主义对于影视作品的影响 后女性主义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逐渐兴起的 它试图超越传统女性主义的局限性和狭隘性 提出更加包容和全面地解决性别问题的方式 强调性别平等不应仅仅关注女性权利 而是应该关注所有性别的权利和利益 在2000年左右的爱情喜剧中 这种价值观的传递尤为明显 比如说我爱看的《欲望都市》 还有《恋爱假期》 然后《女孩梦三十》 我觉得这些电影 他们似乎都在试图告诉我们 爱情与婚姻对于女性的重要性 一味地追求工作金钱上的成功 似乎不会为女性带来真正的快乐 《恋爱假期》这部电影 里面有两个女主嘛 一个女主是卡梅隆迪亚兹演的 她在里面是一个非常事业成功的女性 但是 somehow她就是觉得自己不开心 然后谈恋爱总是不成功 经过了一系列的操作吧 最后跟这个邱德洛好了 然后好了之后 她好像就觉得人生圆满了 就是那个年代的剧 多少都有一些这样的套路 他们也会把人物的生活塑造的 特别的fancy 特别的glamorous 比较理想化吧 我以前看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图个乐 因为我特别喜欢看里面的造型啊 穿搭啊 然后还有里面的音乐什么的 但是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 哎怎么好像有点不对劲呢 怎么套路都是一样的 里面的女性一旦是一个经济独立 热爱事业的人 她们往往就不会得到爱情和快乐 甚至会遭受到惩罚 即使她们的生活条件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影视作品还是会让她们时不时的 遭受社会的打击 比如说欲望都市里面的Miranda 她在买房子的时候 就经历了一系列的这种拷问 就别人会一直问她 你是一个人吗 Are you single? 她还要为了这个东西去签一系列的文件 证明自己是单身 证明这个房子 是她用自己的钱买的 然后包括欲望都市里面的另一个角色 Semenza 她也是在查出得了乳腺癌之后 她被医生质疑 得乳腺癌的原因 有可能是因为她没有生过孩子 她们要通过一些人生上的受创 她们会在事业上妥协 然后她们的心上人回心转意 然后最终她们得到事业爱情双丰收的美满幸福的 Happily ever after Semenza可能是一个个例吧 这些剧呢 难免为我们这一代人建立了很多 对于爱情不切实际的向往 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一部电影 叫做美国空姐 是Bwenice Paltrow演的 因为这个是我不久前看的嘛 我觉得她里面的脑回路特别清奇 包括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上面的弹幕也是一堆问号 这个女主呢 她非常想当一个空姐 然后在机缘巧合 还有她自己的努力之下呢 终于去了一个她非常喜欢的航空公司 然后慢慢就是经过考试啊 然后升到了为头等舱的旅客服务 但是这个时候呢 她面对要跟男友异地的抉择 这个电影的后三分之一都在讲 她飞去世界各地 然后看美景啊 但是呢 她自己觉得自己特别的孤单 就会拍她再看一些美景 然后觉得 嗯 我好 我好 啊 总觉得自己身边好像缺了点什么 然后她发现呢 她缺的就是她的男朋友 最后呢 莫名其妙也没有交代 然后她就从空姐当上机长了 她想表达那个意思好像就是 她一个人怎么努力 都是不完整的 但是一旦她跟她这个男友一和好 哎 老娘当上机长了 我也不是说她想传递的价值观就完全不对 因为我觉得能示意爱情双风中 当然是我们都想要的呀 但是对于我现在来看的话 我真的觉得有点太过于牵强 然后像一些我小时候爱看的香港爱情喜剧啊 我觉得里面的内容可能会更加脱离现实一些 比如说我很爱看的爱上购物狂 我左眼看到鬼 这些剧呢都是讲一个普通女孩 甚至还有点经济上的压力 然后一当突然就遇到了一个又多金 然后还特别爱你的男朋友 然后他们就是 然后结婚 然后哇好开心 电影和电视剧中 其实往往他们会夸大爱情的力量 还有影响 观众经常看到主人公们 因为爱情而做出的各种牺牲和冒险 甚至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种夸大的表现形式可能使 女性对于爱情产生过高的期待 认为爱情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Yeah 甚至可以成为自己生活的全部意义 然而爱情固然重要 但它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过分依赖爱情可能会导致女性忽视自己的个人发展和成长 交友软件 我个人在交友软件上从来没有过 好的体验 Never 尽管我们总能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人说 他跟他的另一半是通过交友软件认识的 然后甚至还结婚了 嗯但是在我认识的人里好像真的没有这种童话故事 似乎大家都是逼不得已了才到上面去刷一刷 看看这个市场上还剩大些 其实大家真的很少去用的 可能男生会多一些 交友软件对于当代女性寻找真爱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一些挑战和障碍 首先交友软件它都是匿名的嘛 女性可能会面临着被欺骗或者受到伤害的风险 上面的人也是行星色色五花八门 目的其实也未必单纯 像我有朋友就是真的是在上面遇到已婚男 如果不是他有互相认识的人知道那个人结婚生死了 You know 交友软件真的就是这样 就是你相当于是在跟完全陌生的人聊两句就见面了 这个真的是很危险 然后我觉得交友软件它往往其实强调的是外貌和外在条件 当看到一个人的照片 然后还有他写的自我介绍 我们会通过很表面的符号筛选这个人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容易让我们陷入比较肤浅的评判和抉择 反而我身边有几对就是不是通过工作 还有朋友介绍认识的情侣 他们其实是通过Instagram认识的 因为我觉得Instagram可能还是属于一个相对 它还是稍微保证度高一些 说实话我真的是不知道交友软件它的存在到底 是给我们提供了寻找到爱情的出路呢 还是给我们添堵呢 我每次我觉得我打开看一下 我真的觉得还是一个人呆着得了 女性的精神健康问题 当代女性可能面临着诸如焦虑抑郁自尊问题等心理健康挑战 可能会影响她们的情感状态和人际关系 使她们难以建立健康稳定的爱情关系 当代社会对于女性的外貌啊职业啊 还有经济独立啊等各方面其实要求都非常高 也可能使我们产生对自己更多的负面评价 还有自我怀疑 低自尊可能会影响我们与他人建立健康和稳定的关系 使我们难以相信自己配得上真爱 甚至可能会选择不健康的关系模式 许多女性可能也经历过以往的情感创伤 例如家庭暴力 性侵犯恋爱失败等等 这些经历可能会影响她们对于爱情的信任还有投入 会使女性在内心 住上一道墙 难以打开心扉与他人建立真正的连接 阻碍了她们寻找真爱的过程 一些女性可能面临着各种恐惧和不安感 例如对失败的恐惧 对拒绝的恐惧 对孤独的恐惧 这些恐惧和不安感可能会使女性回避建立亲密关系的机会 或者选择不健康的关系模式 以避免面对内心的不安和不安全感 当我岁数越大好像脸皮就越薄 越会在意身边的人对自己的一些风评吧 我觉得以前我好像就是那种真的是喜欢我就冲 在上一个讨论孤独的视频中 我也提到了现代人比较注重自己的精神状态 我们有时候可能会保护自己的精神状态 然后把自己包裹起来 影响到我们的交友方式 我觉得这个放在爱情上 可能说是更严峻吧 一旦受伤害真的是很得不偿失 真的是要生气伤心好一会儿了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真的怕麻烦吧 或者是我们现在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忙 每天都焦头烂额 自己的精神状态也就那么回事 再来一个我靠每天烦我的 很难想象吧 这十年间感觉真的变化好大呀 but anyways 即使如此 我觉得我还是对于爱情抱有无限希望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真的是一个机缘巧合和缘分啊 然后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这种几率 可以让你碰到一个你非常喜欢的人 然后那个人也恰好喜欢你 真的会给人带来一种中彩票的感觉吧 所以咱们觉得那么的珍贵 这种美妙的情感哪怕它很短暂 哪怕因为很多客观原因你没法和这个人在一起 我们还是会选择飞蛾扑火勇往直前 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爱情了 但是经常我身边的朋友见到我 或者是在网络上看到我发的内容的朋友们 会时不时的问我 你是谈恋爱了吗 当然听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的内心都会想I wish 但实际上我并不认为我目前的状态就是不好的 我也不认为没有爱情就是不好 除了爱情我还爱着我身边的很多人 我可能会爱上今天的衣服 会爱上某一首歌 或者就是爱上了某一天的心情吧 生命中其实会有许许多多和爱情一样 值得我们睁大眼睛去发现的东西 在爱情还没降临的时候 多花时间去爱自己滋养自己 当爱情真正出现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勇往直前地抓住它吧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不要忘了把这个视频推荐给更多的人哦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